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在危机中 我们的拯救在哪里呢 初爱奇记第六章 让我们思想上帝重生 他要拯救他的子民 以色列 神应许他是耶华 是全能的神 是与我们立约的神 让我们做他的百姓 神要坚立他与我们所立的约 赐下应许之地 加能美帝 使以色列得为业 外面有好多的挑战 埃及人法老苦待以色列人 但上帝大能的手 要刑罚法老 让法老容百姓去 敬拜侍奉神 以色列人在苦难中哀生 做苦功有重担 但上帝都听见 神要拯救 神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 以色列人在愁烦当中 做苦功中 不听摩西 神仍然命令摩西 却对法老说领出子民 摩西说 我是着口奔舌的 以色列人都不听我 法老怎么会听我呢 神仍然说 你把神的话告诉埃及王 是的 困难挑战很大 但上帝的大能 远远胜过这一切的挑战 接下来记录了 流变之派 西缅之派 特别集中在 立位之派 立位神戈侠 戈侠是暗兰 暗兰生了 亚伦摩西 神拣选这个家 摩西来拯救 以色列人 亚伦四个孩子 而他其中一个孙子 菲尼哈被记录下来 这是后来 在巴黎比尔事件当中 去实行公益 降下平安的人 是的 上帝拣选他的仆人 参与在他拯救的工作 要把他的百姓 以色列从困难中拯救出来 在苦难中 我们的盼望在于神 使我们的拯救 也让我们参与在神 拯救计划中 我们来祷告 可能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环境困难很大 但上帝的大能更大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如同摩西 如同菲尼哈 让我们愿意加入神的计划 参与神的国度 传扬福音的大能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